那么下面咱继续 刚刚咱们不是把这个对减的 那个生存器给大家讲解了一下吗 那么生存器的核心点 我们切记了 核心点是什么呢 只要在一个函数里边有L的 那么这个函数就不再叫函数了 而且叫生存器 听懂了吧 写上函数名 括号 原来的调函数 理解为创建一个生存器对象 那你有意思 这个OPG指向的这个对象 就是生存器对象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就产生了个问题 他们 我这个生存器对象 能不能创建多个呢 我想创建多个 又应该该怎么创呢 想想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我写上函数名 写上括号 请问是否意味着 是不是就创建了一个生存器了吧 那么我再写上函数名 再写上括号 不就是又创建一个生存器对象吗 没错 就是这么用 OK OPG 2 等于 create number 如果我再写上一个 写上个2 写上个2 那么接下来 看我这 我启动 nest opg2 来 大家看 我找一个值 把它捅起来 反过值捅起来 我打印一下 它的这个it 这个值 这个值 是不是后边 是不是还有一个值了吧 那么大家去看一下 这个值会是多少呢 背后的那个值 08 大家看 零 说明了什么 对 说明了将来你这个地方又创建了一个生存器对象 那我的问题是 咱就这么理解吧 咱就这么理解 我接下来 我就把这个电码头 我给大家先复制一份 咱们在一份上改 其他都不便 一份上改 copy08 然后09 这个生存器 这个研究 比方说研究 来 VM09 来 那么看账 那么我接下来把这个挪上去 是否意味着我现在是连着创建了两个生存器对象 我调用第一个生存器对象取一个值 调用第一个生存器对象取一个值 我又调用了第二个生存器对象取第一个值 没错 我接下来这个地方写上吧 就是WWW 然后 这个obg obg 冒号里边了 然后呢 在这个 我就换了 YY P 然后呢 WW obg2 里边了 好了 我再来一遍这个 我把这个obg1这个呢 我再取一次 我的意思是说 中间能不能混得来 先取第一个 再取第一个 就是取了两次第一个 我取一次第二个 我接下来又取了第一个了 你听到我意思了吗 我就看看能不能取 会不会取到原来正确的值 来看一下 哪个地方写错了吗 result result相同又怎么了 好像就那么小吧 你说的是这个bug是吧 如果是这个bug的话 对 这个bug是对的 你说的没错 我刚才没看到 加上一个逗号 然后加上一个逗号 是这个bug是吧 Python3 然后09都解 obg第一稿 0 1 然后这个地方是不是0 是不是这个地方也是1 其实这个地方是1的时候 本来根本就不能确定 你这个到底是取的是他里面的值 还是那个的值 是不是不能确定了吧 怎么办呢 再来一个吗 对 我再来两个吧 Y 屁 然后 屁 再来两个了吧 咱看看 看啊 咱对比对比 第一个的 我以黄颜色为第一个的 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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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没问题 然后咱再换个颜色 中间给他插了一杠子 是不是来了第二个 请问 我两个深空气对象之间有影响吗 没有任何影响 其实这个地方很简单通的 就好比咱们之前学的那个面对象是一样的 我有一个class 一个类 是模板 我创建出来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是都有的 我再丢一次class这个类的名字 我再写上括号 是不是又创建另外一个对象 两个实力对象 没有任何关系 此时也是一个道理 此时也是一个道理 听懂我意思了吗 那么你通过Next 你就可以启动 让这个 这个什么呢 生成器去生成下一个值 生成下一个值 那什么时候生成呢 当这个VL处这个条件不满足的时候 请问是不是生成是不是就结束了吧 生成结束了 来怎么办 看着啊 我这样再研究研究 我干净什么事呢 我让第二个就再生成一个 请问第二个一够能生成多少个 生成第一个的时候 到这个地方卡了 生成第二次的时候 是不是到这个地方卡了吧 如果我这第二次啊 第二个的第二次 然后我再来一次啊 P再粘贴一次 第二个的第三次 看看最后的结果啊 2309 走起 你看啊 OBG2 第一次 OBG2 第二次 OBG3 第三次的时候 你没发现 是不是就stop interaction 是不是又产生了这个异常 为什么 他通过这个异常来告诉你 接下来你再去用Next的时候 就没有了 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也就是说 如果你想接下来通过 while true 就要用Next往外取直 那么你是不是应该写上判断 通过try 是不是来判断这个异常啊 就是这个道理啊 就是这个道理 来啊 那怎么做呢 怎么做啊 Copy09 然后10 然后通过啊 通过异常判断 这个生成器 已经啊 结束 VM10 来打开 我接下来干净什么事情呢 咱们都得简单点 我把这个第一个呢 我删掉啊 我只留啊 只留一个啊 好了 那么OBG2 等于Create 等于Create Number 然后接下来写上一个2 请问他们 掉了第一次 是不是掉了第二次了吧 我再掉一次的时候 那么按理说 那肯定是有while循环咯 看着 while true 你并不知道循环多少次 那你就干脆while true嘛 可以吧 那么你while true之后 你接下来是不是IT 是不是打印这个字啊 什么时候退呢 什么时候退啊 而不好错的时候 其实产生异常的时候 对了他们吧 那么又说怎么办啊 try把你啊包起来 你要是没产生拖了 你就该怎么打印打印 如果是你产生了异常呢 我怎么知道你哪个异常呢 咱们两个说过了 是不是叫stop啊 interaction 是不是这个异常 大家有没有说 东哥 我不想写这么团 写什么了 ex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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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RET 可以吧 那么将来这个地方 是不是相当意味的 是不是就结束了吧 那么这个地方就结束了 那接下来 是不是加上个break 是不是结束了 可以了 来的吗 咱们试一下 等三 10 都 01 没问题吧 那么接下来 前两个的相盒嘛 比方说999加998 看来这些是不是就1000多了吧 下一个1000多加900多 那就2000多 2000多加又1000多 好几千 一会儿就低等 一会儿低等 你可以看看啊 咱们这个地方给它整上一个50个 你看看效果是什么 就50个 是不是已经到了这么大了吧 所以那些数据值 因为是前两个盒嘛 所以说已经就很大了 他们我想告诉大家的一点是 生成器是一种特殊的迭代器 只要是迭代器 可以直接用nest来启动 但是这种生成器比较独特 这种生成器 你不是说它是迭代器吗 按照原来咱的讲法是 迭代器里边必须有两个方法 对吧 哪两个方法 ater方法和nest方法 但是咱们这里边有吗 它连累都不是 它哪来的方法 没有 那么他们也就说 生成器确实是一种特殊的呀 没有nest的方法 没有ater方法 反而还是个迭代器 OK 这就独特 独特在这 通过耀的来做到的 这个耀的 将来咱们大家在后面 学习的知识的时候 或者说咱们在后面 到下面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会用的耀的 比如说爬虫里边 就会有耀的 就会有耀的 耀的干点什么事情 核心点是耀的 听说了核心点是耀的 耀的 你什么时候掉耀的这句话 耀的什么时候会停 它并且把耀的后面的直 给你返回过来 至于你拿到直 你想干什么 你爱干啥干啥 能听懂我意思吗 这就是它了 好了 那么最后呢 再说一点这个 如果一个函数里边 有个返回值 比方说返回OK 行不行呢 没问题 那么返回的这个OK 我在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发现我得不到 我确实实实找了个变量 来保存你的返回值 请问你的这个OK 如果是给我了 我接下来打印 我什么没见啊 那么关键点 你这个return的值 怎么得到呢 如果你的生存器 是通过EL的来落到的 那么你想要得到 它的返回值 很简单 它产生异常的时候 它产生异常的时候 RIT里边有个value 这个值 就是这个特殊的属性value 里边就存在你返回的值 那另外我想说什么呢 就是你想要得到这个值 那么它将来一定是因为结束 它告诉你的吧 它结束的时候 你就捕获到这个异常 那么IT呢 就捕获到这个对象 这个异常对象 异常对象里边的value属性 就是你return的结果 那么你只要在这个地方 你找个变量 团起来也行 你直接打印也行 来同样看一下 所以最后这个结果 是不是就在这有了吧 那么所以说呢 想要得到一个生存器里边 最后的return的结果 一般情况下呢 通过exception来去捕获 或者说stop interact 那个也行 捕获到这个异常 它里边有个value 它里边就是 你要不想要 就是我这里边没有return 或者我不想要return 那干脆这个地方 gaming就不需要 什么什么什么点value 不需要 那另外一声话同吧 好了 核心点是要的 那么我现在呀 把整个流程通过 其实基本上整个流程 就说完了 那么接下来呢 无非就是咱们说一点 这个其他的词点 比如说 除了通过nest 来启动这个 这个生存器 去生存下一个值之外 还有没有别的方式 来启动它呢 有 比如说send 比如说是send 那么想要去启动 它的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想要唤醒 它通过send 也可以 send怎么用呢 咱们用nest的时候 是先创建一个生存器 然后nest 把生存器对象 认到里面去 没错吧 但是如果你想要用send 那么通常必须 得是用这个生存器 对象点send OK 那这个意思不一样 nest直接这么用 而send 是可以直接这么用的 是这么用的 send的里边 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它接受一个值 你给它返回一个值 那么核心点就来了 就是有人就会说了 那希腊 发现这个值有什么用 copy 08 11 通过send来启动 这个生存器 vm11 vm11 我能散的 我就全散了 我能散的就散掉 因为这样代码 咱们就更精简了 好了 那么这个地方呢 把光标放在这 大D 不是小D 大D呢 是光标后边的东西全散了 那么D0 光标前面就全散掉 大D 光标所在的位置 一直到这行的行轨 全散掉 D0 一直到前面全散掉 不一样 好了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就 创建这个对象 然后呢 下面的东西我抹掉 下面的东西我抹掉 我不要了 我把那个注释呢 也抹掉 WW 大D散掉了 好了 小写的X 我前三东西 好的们 我接下来是不是 我已经创建了 是不是一个生存器对象了吧 想要给生存器 让生存器对象去运行的第二个方式 是通过Send 那么好了 同学们 我第一次 先通过Next的启动一下 请问现在卡到哪 是不是现在卡到叶的了吧 好了 那么我接下来 既然它卡到了叶的 我接下来干件什么事情呢 我在这个位置 我把这个哥们换掉 换掉什么呢 换成OBG 点Send 那么我这个地方 我写个东西 我什么也不写 我写个浪也可以 好了 那么它有个返回值 它printit 我就是把原来这个 Cnet那种方式 我换成了OBG的 Send 那你有没有意思吗 就是别的都不写 就是掉用方式变了 那看看能不能执行 也可以 也可以 那么有人就 就起了惯了 明明明一种方式 能实现 为啥有两种 因为第一种 不能往里边传番数 第二能传 怎么传的呢 最低 如果我在要的前面 来了一个东西 比方说叫做it 等它 那么这个时候 我printit printit 然后逗号格开 就是说it 然后后面逗号格开 就上了一个原主 你it是什么 是不是这个地方 就答应什么了吧 那么这个时候 它会有什么值呢 num 你们读num是吧 所以对面你们读 我一般读num 那么这个地方呢 它为什么会是它呢 所以看到吗 咱们这个地方 你没发现 是不是写了个这个哥们 对吧 你写了这个哥们 那如果我第15行 要是换成哈哈呢 哈哈 好了 你再看一下 是不是变成了哈哈 什么特点 什么特点 最低 创建完一个生成器之后 这个生成器对象 这个生成器对象 占能力的空间 就在内存里面团的 就在内存里面团的 我什么时候去调用 这个生成器 给我生成一个值 我就什么时候 通过nest去调集下了 好了 就个例子 第一个 创建了一个对象 接下来我通过nest的启动 从第一行开始的位置 往上走 走走走 走到这 同样 这一句话 先执行哪边 右边吧 我执行右边的时候 请问一个什么特点 这个要的A 什么特点 结束 暂停 暂停 不是结束 把A的值 请问A的值 何时是几呢 0 把0的值拿过来 等于0 没问题吧 接下来是为了答应你 好了 程序 如果 要是咱们说一下了 就程序去卡到这了 接下来 当你去调用send的时候 注意点 除了nest的启动之外 send依然可以启动 好了 当我调用send的时候 接下来 请问 是不是他就会从上一次停的位置 继续上下走 上一次停到这了 他的下一句到底是谁 他的下一句是谁 是print 还是说把一个东西给IT 你IT这还是挣了把劲的 听懂吗 因为这是一条语句 你刚刚仅仅是执行到了等号的右边 要的是已经赞成了吧 所以说他接下来要是接着执行的时候 他实际上是把要的的结果给IT 那问题就来 要的有结果吗 要的没有结果 要的经纪是刚刚把那个A的结果 是不是给了nest吧 那么这个表达式的结果是谁 请问IT是不是就是谁啊 那么这个要的整个这个四个运行完之后 它的结果是谁呢 当你调用send去启动的时候 send的里边这个值是谁 就相当于你刚刚的要的运行完之后的结论是谁 你听懂了吧 因此也就是说 哈哈 此时就等价于L的A的最后的结论 那么这句话就等价于谁呢 RET等于哈哈 因此呢 在这个地方就把哈哈就答应出来了 因此呢 把哈哈打出来了 好了 我再说一遍啊 这个地方稍微有点绕 什么意思呢 这是对绕了 今天对绕就在绕 当我第一次调用send的时候 他从登登登登登登登 是不是到这停啊 他为什么停呢 我接下来要执行这句话 但是呢 我一看这句话分有两部分 先要执行等候右边 再要执行等候左边吧 好了 我接下来执行这句话 我刚刚一执行 一个什么特点啊 代码停了 反停了 那么并且把A的结果返回到这去 此时A的结果不是零吗 把那个零返回到这去 也就是说你Nest的返回值 是YL的后面的结果 卡了 卡到这了 那么接下来我就把零打印完了 打印完了零之后 我接下来是不是定用send啊 send依然可以让他执行 那上一次卡在哪 接下来就记得执行哦 请问我上一次 是不是刚刚执行完了YL的A啊 请问YL的A必须的有个结果 是不是接下来IT 是不是还能指向这个结果吧 你不管是难也行 不管是空的不算也行 什么也行 你得有个结果呀 那这个结果哪来的呢 你通过send去调用的时候 你send的知识谁 你就理解为 此时的YL的A的结论是谁 能明白为什么 那么最后就导致了 IT是不是等于哈哈呀 那么接下来这个地方 就打印成了哈哈 就是这么个特点 也就是说send的业而传利 那估计你会出现一个问题 传这个哥们有什么用啊 我觉得是我的话 我就会问 你说完了是能往里面传 我也明白了 原来你send的东西 是当做YL的结果 请问传进去有什么用 请问 生成器在这个地方创建的时候 理论上讲这些数据 是不是随着你生成器 调用的数据不一样 是不是它里面这个结论 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吧 说的更直白一点 我只要调用多次Nest 请问这个CurrentNumber的值 是不是就继续往后增 没错吧 我接下来我想把CurrentNumber的值给它 拉回到0去 怎么拉回去 就怎么给它设回到0呢 那么我这个地方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 我既然可以通过send来启动它 如果我在这个地方约定好 你什么时候掉send的时候 你什么时候把直传去 就给例子 我把3传进去 请问将来IT的结果 是不是就是3 然后我再写上一个if ifIT不等一弄 那么接下来 如果这个条件满不 我接下来Current 等CurrentNumber等于3 请问 是否也就意味着 不管你刚刚的CurrentNumber等于几 是不是立马把你的CurrentNumber 是不是给你设成了3了 也就是说 当我去让这个声称器 给我声称一个值的时候 那么我可不可以给他一个新的结论 新的参考值 根据这个参考值来去做事情 听懂我意思了吗 那么就是通过send来往里面传递 很直白的一点就是他 我打个比方呢 现在呢在美国呢 一个是前一两个月的时候 美国就出现了一个新闻 美国呢现在开始研究什么东西呢 开始研究把一个人的脑袋动起来 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呢 有可能一年以后呢 把这个脑袋解冻 然后呢找一个身体 有可能这个人就活了 现在美国在研究这个新的技术 真的美国人就在研究这个地方啊 这个谷歌 有可能是谷歌 它联合其他的机构研究这个东西 你看看咱们的百度在研究什么东西呢 百度在研究 百度外卖呢 是吧 百度外卖做的挺好的是吧 过以前好像就要 已经被饿了吗 已经收了吗 被饿了吗 已经收了啊 好那么百度呢 像咱们中国的收索引擎 他一直在参考谷歌 但是从来没有赶超过 谷歌人现在都开始研究这个东西了 那么我就问一个问题 我现在把它动起来 这是真的啊 人就是这样的 把你的脑袋把你的动起来 N年以后 比如有可能几百年以后 把你的脑袋解冻 解冻之后 接下来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了 那么请问 是否恢复的话 是不是恢复到他 N多年之前 你动的时候那个状态了吧 你就没有一个性质点 觉得理解吗 很多年以前哪里的汽车 也没有汽车 一个人在监狱里边 带个五十年之后出来 这是什么怪物 没见过 因为在监狱里边就没见过 同理 你今天把一个人的脑袋动起来 一年以后 你把人解冻了之后 有可能将来以后 天上全都是飞机 这也说不定吗 电影上看的场景 有可能以后真的是实现的 那么这个人 他的思维就落后了很多年 怎么办了呢 你在解冻的时候 你把一个新的思想传进去 请问 这个事是不是就可以了 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也就是说 你的NAST调用结束之后 要的就让你的 生生气散尽之间了 我接下来想让你去继续执行 我想给你一个新的值 我可以通过SEND传进去 听懂的意思吗 它怎么结束 EL的前面找个电量 来结束一下 我最后问一个问题 EL的后面的值 传到哪去 那么SEND的值 又传到哪去 那么IT等于 等于的值哪来的 这几个问题 我要问你一下 这几个值怎么理解 EL的A 后面这个A会给谁 你如果第一次是通过NAST调的 那么EL的后面这个A的结果 就是你NAST的结果 没错吧 如果我接下来通过SEND去调用的时候 我SEND的哈哈 传到哪去 当作这个东西的结论 即言本之一 就是当作这个表达式 等候右边的结果 听懂了吗 那么IT的值 是不是就来源于你SEND传进去的值 那么解冻之后 接下来他等于哈哈 打印了哈哈 执行这个 执行这个 接下来条件满足 接下来又执行EL的A 没错过头吗 此时第二次EL的A的结果 传到哪去 NAST 你第一次NAST已经执行完了 你现在不是刚刚执行了SEND吗 那么也就是说 掉NAST的时候 它不传值 掉SEND的时候 它传值 至于NAST和SEND的结果 都是EL的后面的值 能列为什么 所以说 当你第二次掉上SEND的时候 它从这个地方开始执行 执行 执行 当又遇到EL的时候 会怎么着 会把这个EL的后面这个值 是不是当作 整个这句话的 是不是一个结论 那么最后 这个值 就是你刚刚第二次的值 1 而第一次的值 是不是第一次的时候 那个值是不是0 第一个是0 而这个是1 那么这就是咱们刚刚看到 屏幕上的结论 你看 是不是第一个0 是不是第二个 是不是1 就结束了 就结束了这个问题 但是大家要稍微注意点 如果你想要用点SEND 请同学们不要把SEND放到第一次 放到第一次的时候 有可能会出问题 我打个比方 打个比方 那么我放第一次 OBG.SEND 我接下来传个哈哈 我第一次的时候 你看他会崩 他立马就会崩 他立马就会崩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请问同学们 第一次的时候 从哪开始值钱 是不是一开始说 从这开始值钱 既然从这开始值钱 你SEND一个哈哈 请问谁来接收SEND的这个值 没有人接收吧 那么因此你第一次 掉用SEND的时候 切记 如果SEND里面还有值 而且你掉用SEND第一次的时候 就是SEND 不好意思 立马会崩 立马会崩 那你怎么办呢 那么我就铁了心 对吧 雷打不动 风吹不动 我就想用这个 NONE 请问NONE意味着什么 我启动第一次 我不想传值 请问这个地方 是不是也没有人来保存你了吧 因此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一般情况来说 如果你要是启动第一次 一般都用NEST 能力维持了吧 什么时候有SEND的呢 如果需要有一个值 给他传值 去有SEND的 但是大体来说 用NEST的用的比较多 能力有意思吗 基本就是道理 好了 接下来把我刚刚所说的 这个内容分拨 两分钟 总结一下 开始